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DaVinci Resolve 17版本的全新色彩空間 就是DaVinci Wide Gamut 跟全新的調色介面 HDR調色介面 這次全新的HDR調色介面 其實你也可以用之前的調色方式 來做出一模一樣的效果 簡單來說就是加很多很多的nodes 然後用qualifier 吸取你需要調整的明度範圍 然後就是單一單一的去做調整 這些東西就全部丟到我們的HDR調色介面來做使用 OK那我們就直接切換到電腦 我挑選的這一個片段有明顯的高光 還有明顯的暗部 對比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們在調色之前 我們都先到右下角 來調整一下我們的色彩管理 那目前我的色彩管理 還是使用舊的YRGB ColorManager 那使用舊的色彩管理 我們就需要輸入各種不同的色彩空間 還有我們要的最大明度跟飽和度 非常複雜 那DaVinci Resolve 17版本 我們就有新的DaVinci Wide RGB ColorManage 那我們只需要選取DaVinci Wide Gamut這個預設 這個DaVinci的超寬色彩空間 丟進來的檔案不管是RAW檔 ProRes 壓縮過709 或是其他相機拍攝的Log檔 完全不需要再擔心你的相機不同 你的設定也要不同 我們只需要簡單的選擇輸出的色彩空間就行 那我們完成設定之後 我們就把它存起來 接下來來到我們的調色介面 那舊的Primary就是Lift Gamma Gain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那我們現在多了一個全新的調色介面 這就是我們的High Dynamic Range 高動態範圍 那預設已經給你六個不同明度調整的範圍 就是Black Dark Shadow Light Highlight Specular 所以右邊的Global就是整體的調整 然後自己把它分類就是左邊三個是來調整暗部的 右邊三個是來調整亮部的 至於中間調就是在Shadow跟Light之間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右邊的調整區間 像我們Light的調整區間 是以Light往右邊月亮的地方來做調整 那我們的Shadow剛好相反 是以Shadow往左邊月暗的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兩個就包夾了中間調的部分 HDR調色介面我覺得最棒的就是它可以明確的看到你選取的範圍 那在之前沒有HDR調色介面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樣可以做出一樣的效果 我們就直接用Qualifier選取我們要的明度 用Qual Primary Wheels我們也可以來輕鬆的調整我們選取的明度範圍 但是一個一個圖層加上去真的會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那今天的HDR調色介面就直接把這些繁複的步驟跟功能 全部都丟到我們的HDR調色介面當中 我自己研究了一陣子我喜歡從最亮的慢慢調整到最暗的部分 那一樣我們可以點選色輪左上角來預覽我們選取的範圍 那如果想要持續的看到我們選取的範圍 我們可以到左上角點選我們的魔術幫工具 那色輪左邊這個滑桿就是來選取你要的明度範圍 想要看到更明確的選取區域 你可以點選上方的展開 那麼右邊這個圖上面的紅色區域就是我們目前選取的區域 像是現在我選擇的就是最高光最亮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燈棒最亮的部分 那接著我就來調整Highlight跟Light的部分 那高光三個調整完之後我們就來暗部的三個來調整 一樣先調整一下我們要選取的範圍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調整暗部的曝光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before跟after 那很明顯的我們把中間掉的對比拉強了許多 讓暗的地方跟暗亮的地方維持 那HDR調色界面我們也可以以不同明度的範圍 來單獨調整不同的飽和度 像是如果之前Primaries要這樣做的話 你就要開非常非常多的圖層 現在HDR調色界面我們就可以輕鬆的來完成 我們不同明度的範圍我們都可以來輕鬆的做色相的調整 如果要所有的飽和度一起同時調整 我們就直接到我們的Global一起把飽和度拉起來 我們放大檢視之後我們發現我們的光棒選取的範圍有點怪怪的 我們在整體微調一下改善高光不自然的邊緣 在這個HDR調色界面中我們可以自己新增我們需要的明度區間 我們就可以選擇要向亮部調整或是暗部調整 範圍跟滑落的速度 像我現在想要調整臉部中間調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單獨選取中間調的部分來輕鬆的做調整 那我們調整這麼多 我們看一下右邊這個調整區間 跟我們原本的曲線非常非常接近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用原本就有的曲線工具來調出一模一樣的效果 只是就需要花一點功夫 那用我們新的HDR調色界面整個就輕鬆非常非常多 我們可以在這360度的色相當中 可以在一樣的顏色濃度之下調整不同的色相 這是在之前幾乎沒有辦法辦到的事情 像是我們用Primary Wheels 我們的所有調整都非常靠感覺 那如果切換到Primary Bars 我們還是分成RGB三個顏色來單獨做調整 比較難去控制我們一樣的濃度 不同色相的調整 完全就需要靠直覺來做調整 新的HDR調色界面真的是變超方便 我們只需要選取我們要的濃度 選取我們要的色相角度 我們就可以輕輕鬆鬆用滑鼠調整到我們需要的顏色 今天分享的所有內容所有的步驟 全部都是以我個人習慣跟喜好來做分享 歡迎在下面留言交流交流 我自己覺得調色是非常非常主觀的 你只要調到你喜歡的顏色 你其實中間用各種不同的工具調出來都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調色的效率就差很多很多 如果你調到一樣的顏色 但是你舊的方法要調半個小時 新的方法三分鐘就解決 你為什麼不來試試看全新的調色方法呢? OK 這是最後我們今天的 DaVinci Resolve 十七版本的全新調色界面 跟色彩工具的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E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